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父母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把子女拉扯长大 看着他们结婚生子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理应要去子女家里住着养老想轻浮 其实很多时候子女是很为难的 邻居张沈和她的老伴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虽然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 不过身体很好 张沈觉得她和老伴住到儿子家里不会拖累他们 还能帮他们收拾家里 但儿子儿媳却不怎么开心 甚至因此引发过几次家庭矛盾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了住儿子家养老有错吗 张沈是个非常传统的父母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对儿子那是一个掏心掏肺的好 怕儿子从小学到高中 都是在父母眼皮子底下读的 没怎么离开国家 直到读了大学 才正式开始独立起来 张沈起初非常不适应 她的生活里除了老公就是儿子 现在猛的一下 眼前少了一个人 是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甚至还想过去儿子的学校附近 租个房子陪读 后来被儿子拒绝了 儿子把女朋友带回家那天 他们走后 张沈在家哭了一晚上 那感觉好像 儿子马上就不是自己的了一样 再到后来儿子结婚 不跟父母住在一起 张沈又是适应了 很长一段时间才习惯 张沈平时跟人聊天 也是半句不理儿子 常说过几年就跟老公 老伴去儿子那里住着养老 我们辛苦了一辈子 也该享福了 这话说了很多年 他们一直也没去儿子家里住过 如今孙子都读小学了 儿子儿媳工作都忙 张沈和老伴商量着 要不就搬过去住 一是为了养老 二是为了多看看儿子孙子 老两口招呼都没打 就带着行李去了儿子家里 儿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高兴 儿媳脸拉得特别长 喊了声爸妈就回卧室了 只有九岁的小孙子高兴地喊他们 晚上睡觉 儿子给他们收拾了床铺 儿媳连面都没落一下 这让张沈很不高兴 拉着儿子问 我们来这儿 你媳妇就这太多 张沈的儿子也很为难 父母招呼都不打 就带着行李来了 一下子打破了 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节奏 媳妇不高兴是肯定的 但是他又不好苛责父母 所以什么话都没说 这下张沈不干了 在他心里 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养大儿子 这就是天大的恩情 他们都是六十岁 快七十岁的人了 住在儿子家里养老是应该的 不过张沈他们 却没有考虑到现实问题 他们去儿子家里养老 住在哪里 张沈的儿子和儿媳 都是公司里的普通员工 现在年龄慢慢大起来 职位升不上去 随时都面临着被裁员的风险 他们现在住的房子 是两室一厅 首付是张沈老两口给的 每月五千的房贷 他们自己还 另外还要养孩子 再加上两个大人的吃喝 每个月过得并不轻松 现在张沈两口子要来常住 并且是招呼都不打 医生就来了 这让他们措手不及 不过作为儿子 父母来了 他说不出要他们走的话 加之张沈经常把养娃的恩情挂在嘴边 这让他儿子觉得 我如果赶父母走 就是不孝 我不想做一个不孝的人 这就更加有苦难言 张沈想不到这些 只认为儿子给他们养老天经地义 现在拿这副态度对他们 他受不了 所以他一定要说 把自己的辛苦都说出来 好让儿子愧疚 正当张沈对着儿子苦苦相逼时 儿媳推门进来了 他说 妈 我知道养孩子不容易 孩子给父母养老是应该的 但是不是也要看下家庭情况 我们家就两间卧室 你们来了 要跟孩子挤在一张床上 孩子睡得好 还是你们睡得好 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 你们现在身体还硬朗 也有自己的房子住 干嘛非要来跟我们挤一起 都说婆媳同住一个屋檐下矛盾多 我们光生活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想上一天班累得不行 回家还要处理婆媳矛盾 如果您真离不开儿子 让您儿子跟着你们回去住 这我没意见 儿媳说完 张沈还要上前理论 被老伴拉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 老两口就收拾行李走了 儿媳妇的那番话 张沈或许不明白 所以回去后 她到处说儿子不孝 娶得媳妇忘了娘 有时说到动情处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问 老了想住儿子家养老 我错了吗 不想跟父母一起住的子女 就是忘恩负义 张沈的儿子一家住在市区 跟张沈两口则距离也就两小时的车程 但是张沈心里就是觉得 儿子过上好日子 忘了农村的父母 张沈最近 常跟邻居提起的话就是 儿子忘恩负义 辛苦养了他 结果现在不让他们居住 搞得张沈的儿子一回家 就有人阴阳怪气地说 做人不要忘本之类的 她儿子听得脸红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好像自己真的是他人眼中的不孝子 我们来梳理一下 张沈所谓的去儿子家里养老 是不是就觉得 儿子过得好了 要去享福 在很多人的思维里 父母为孩子付出很多 是对孩子有所期待的 比如说 等到孩子有出息了 他们跟着沾光 或者说 孩子有出息 他们老了就有指望 但是 一旦孩子没有按照 父母期待的那样 去回报父母 就算父母不说 孩子心里也会有愧疚 何况是张沈这种 不光在儿子面前指责他 还到处跟人诉苦 说儿子的不孝 怕儿子心里的愧疚就更多 但是这就代表 张沈儿子忘恩负义吗 并非如此 大家都是从青年 中年到老年 这么过来的 中年人的生活 有多艰辛 走过一程的人 心里自然明白 一个住着小房子 养着孩子 还着房贷 每月存不下 几个钱的中年人 心中本就有各种压力 再加上父母 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期待 他心里意想着 不能达成父母的期待 压力变更大 压力之外 还有愧疚 作为儿子 他真的没有多好过 作为父母 若真心爱孩子 是能理解孩子的无奈的 老了 该如何安度晚年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人老了之后 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 心里也会相应地 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感觉孤独 想跟子女保持 更紧密的关系等等 其实张沈在心里 想跟儿子住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 情感上的需求更强 想获得更多的关注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并不是 是否要住在一起 而是要从内心 让父母觉得 他们跟子女的关系 很紧密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尝试 第一 子女在追求独立自由时 不要忽略父母的感受 平时多打打电话 没事的时候 回去看看他们 陪他们吃顿饭 当他们的内心 有满足感时 孤独感也会随之消失 第二 父母要尝试拥有自己的生活 尊重子女的生活 别轻易插手 平时老两口吃了饭 散散步或者出去玩玩 跟老朋友下下棋 聊聊天 也不失为一种解闷的方法 当你老了 该如何安度晚年 其实像张沈老两口这样的 自己有房子住 身边有人陪伴 晚年生活不会过得太差 不必执着于 非得住在儿子家里养老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太近 不一定是好事 住一个屋檐下的人多了 摩擦肯定少不了 到时候 婆媳矛盾就是个大问题 所以有时候 保持一碗水的距离 才是明智之举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